Hello 讓大家看看我的肚子 是不是很大呢? 已經8個月了 下個月就可以生了 所以大是正常的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BB展 因為我自己也有去到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到呢? 我都買了幾樣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初初我不夠膽去的 因為人人都說很多人很逼人 排隊一陣子很長 但我去那個時段也不錯 不用排隊 很多人的 但不是說迫到沒有路好走 還有很多大逃跑 所以原來我初初想 會不會被人撞到那些 關鍵也是沒有的 而且買東西真的挺划算 買東西又便宜了 還有少少賺品送 變成好像真的挺吸引的 到底買了什麼呢? 首先呢 我買了這個溫度計 這個溫度計挺好的 因為它可以量度到人體的體溫 到時我可以檢查BB會不會突然發燒 而且它好幸好不用接觸到皮膚 變成要衛生一點 不用刺耳朵 除了量度體溫 還可以量度室溫 水溫 還有其他日可以用來 例如幫BB洗澡的時候 可以知道我BB水溫度 是否適合 又或者餵奶的時候 如果我輕熱一點奶 就知道奶的溫度是否適合 所以我覺得也挺方便的 我現在試給大家看看 按開它 然後就可以檢查了 那個人教我檢查自己的額頭 這樣 他就會拿一個 平均的點 已經顯示了我的溫度是 36.6度 是比一般人高一點的 印庫 但正常人都是36-37度 都是平均的 所以這個很方便 很開心買到它 我之前也想買的 但之前我打算買的是兩袋耳朵 現在這個我覺得更好 還可以兩袋買水 那些 洗澡的時候 我知道可以靠自己的臉 測試一下水溫 但有這個 就更加確實 然後還有買了 買了這個 這個我自己沒用過 所以我還沒告訴大家 很沒用 但看起來就好像不錯 因為它這個 其實是用來 可以幫你暖住 奶的 然後呢 除了可以暖住 奶在40度之外 可以熱回奶 如果可能是泵奶 雪櫃雪櫃 你熱回它 那就可以用70度 來熱回奶 然後呢 還可以消毒 它有三個功能 消毒就100度 消毒 那我覺得小小 過 可以帶回去旅行 都可以 然後 而且始終真的會有泵奶的情況出現 那就可以 不用 每次 就是 煲水來 弄熱它 可以用這個方便的 產品來 助熱奶 買的時候呢 它還送了一個奶瓶給我 這個奶瓶也不錯 因為呢 是 玻璃的 玻璃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你重新100度 也不怕 譬如用是膠 還是其他的物料 會有些不好的藥物 尤其是大家要留意 買些膠瓶還是什麼 千萬一定要寫著 BPA-free 譬如玻璃一定沒有BPA 記得買BPA-free 因為BPA是一個致癌的物質 所以如果你買些膠的用品 最好就不要有BPA 而且如果你會輕熱的 這些東西會暖 要熱的 還要100度 有時候膠會溶 那你真的確保那隻膠 沒有這些發酵物質 所以其實玻璃瓶是不錯的 但是重一點 不過玻璃又環保一點 所以是不錯的 那我就其實 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不過我還有訂了一些 Play Mac 即是 我初生嬰兒就沒用得了 不過到了他開始懂得爬 那時候 那些人很流行放一些 瓶在他廳裡 那那個我都訂了 那遲些他就會送來我家 那有用的東西呢 就買了剛才那三樣 那都買了一些淋淋滋滋 未知道自己什麼時候用得著的東西 那就包括有 這個 我覺得 其實看中他也會覺得他很有趣 那其實他是什麼來的呢 半歲才用得著的 就一碟 這碟是不是很有趣呢 可以分開不同的份量的東西 他的好處呢 就是他這個質地是絕著桌子 所以店都不會堵寫的 BB店都不會堵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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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其實 其實 買了來都未有得用 不過 唉 有時 就是給這些東西吸引著 幸好他不是很牙位的 那 還有這個 我買了 這個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掛在BB車那裡 之後可以放自己的飲品 那 那 我的BB車沒有一件東西 那 那 到時候我都要喝東西都口渴的 可以 放咖啡啊 放水啊 什麼都可以 對 幫助到我 還有買了一件東西 是禮物來的 就是 有四塊那些畫板 然後 給BB我們印手板上去的 那 那個是送給人的 咦 我以為自己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原來買了 三樣 重要的東西 三樣 沒那麼等待的東西 那 就完結了這個 購物了 好了 應該就是買了這麼多了 分享到這裡先吧 拜拜